我们人在享福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用自己的福分 很多人不懂 以为我有福气 我就应该享用 殊不知 我们学佛做人 就是要知道 享福这是前世所做 你前世积福积德 你这辈子才有机会再享用 那么你到底是想怎么来享用呢 你到底想享用 一辈子还是一下子 有的人的福气 一阵子就享用完了 他又没有再继续行善 做善事 你想想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有些人 爆发户 过一阵子 又没钱了 这就是为什么 人生无常 所以我们人在享福的时候 永远要知道 我们 是在享用自己的福分 一旦用完了 你又没有吃苦 你又没有去行善 你又没有去再造新的善业 再做更多的功德 那么等待你的就是转业 什么叫转业 也就是说 你好的福分 已经慢慢的用完之后 你就转成了另外一种业 那就是恶业 大家知道 恶业在人生当中 无时不在 我们今天出去 开车 把车撞了 今天家里 突然之间 某一个东西坏了 孩子 突然之间 没有考上什么学校 读书不好 或者家里 夫妻吵架 等等 实际上都是恶业所为 当你在享用自己福分的时候 你不知道 已经开始应育着 很多的灾祸 所以一旦 把福分用完了 那么你的灾祸 就随之而至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享用自己的福分 应该边修行 边吃苦 要多造善业 多做功德 否则 等待的你是 另外的一个业绩到来 那就是灾祸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吃苦 实际上 是在转心啊 吃苦 是在转心 也就是说 把你的心 在慢慢的转变 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 人在苦的时候 才想得到 要求菩萨 人在苦的时候 他才会想到 我要把这个心 来转变 我不要去贪图 很多的东西 我现在这么苦 我就好好地 修修心吧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吃苦 是为什么 还要去找很多人问 实际上问问你自己 为什么会吃苦 因为你所造成的业 所以佛法经常讲 要知 来是果 今生做者时 要知 前是因 今生受者时 我们今天 所有所受的这些苦 实际上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但是 吃苦 又是在消业 当你吃苦的时候 当你 在 就是在转业的时候 所以我们 要把 生活当中 一切的苦 化为 一切的乐 你要把吃苦 作为自己 在转业的 一个 当中 运作的当中 因为 只有吃苦 你才会知道乐 只有吃苦 你才能化解 你一切的难 只有吃苦 你 才能 消掉 你的 孽障 所以 当有 孽障 来的时候 当人在 吃苦的时候 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 以苦 为乐 实际上 为什么 吃到苦 你还以为 是乐的呢 这就是个 境界问题 台长给大家 举个例子 这个事情 明明 很辛苦 要去做 但是 你做得很开心 你就是叫 以苦 为乐 你为了孩子 多少个母亲 付出多少的 力量 付出多少的痛苦 但是 母亲为了孩子 她在做的时候 她是感觉 不苦 我很开心 因为我为了这个孩子 我什么都能开心 什么都能做 实际上 她这个境界 就是说 因为我是母亲 所以我吃苦 都没关系的 而且 我为了孩子的好 我这个就是快乐 所以 苦 是 乐的 之音 所以 苦 是乐 之音 也就是说 因为你能够得到快乐 因为你知道有苦 你不吃苦 你就不知道快乐 所以苦又是快乐之音 台长 接下去 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修心 修法 修学 有一句话 一定要记住 叫修法 不如修心 为什么呢 修法 不如修心 你 今天的法 是什么呢 家里倒霉了 今天 我想 赚大钱 明天 我想 考上 好的大学 后天 我想 怎么样 怎么样 做高官 等等 这些都是你修的法 因为你想做官 因为你想发财 你才去念经 这就叫修法 真正有修为的人 他是修法不如修心 也就是说 我们要随缘 因为世界上的万法 都是唯心造的 也就是说 你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你的本心 良心发出来的 都是你心里想到这个事情 你才会出现这个法的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想去买东西了 因为你心里想 哎呀 我这个东西没有了 今天 你想学博了 因为你心里觉得 哦 我应该好好地做人 因为我过去做人太差劲 所以任何的法门 任何的万法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人间 所有的事情 叫万法 是唯心造 是由你的心造成的 今天 你可以为这件事情 召集 台长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 看见一个广告 说 有多少多少多少便宜 他的心 一直记挂在上面 不管再远 他也赶过去 等到到了那里之后 那里的音乐员告诉他 你手上拿的那张广告 是上个星期的 早就过时了 那个时候 他的心 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所以 你所有的着急 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麻烦 所有的 你认为 这是正常的事情 实际上 都是由你心发出来的 这件事情 可以让你心掉起来 这件事情 也可以让你心放下来 又比如 你的家 有一个 会点风水的人 他到了你家来 告诉你说 你这个地方非常不好 但是这个风水师呢 他不是太正宗 不是太懂的 或者是道听俗说的 等到他走了之后 你的心开始动了 你的心就在想 哎呀 我倒霉啊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从此 你天天不开心 这个法 是人间之法 就是由你心造成的 你等到有一天 你让台长 看过了 说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你的心 心又放下来了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万法 唯心造 世界上所有的法 都是新造成的 我们说 法界 是指的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 就是在法界上的事情 所以叫万法 在法界上的一万个法 都是唯心造的 所以很多人愿意看风水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学佛 你要想知道风水 你还不如念经 因为只有念经 才能改变你自己 所以心即是法 法即是心 所以我们的心 实际上 就能控制你整个的人类 就是控制你自己 你所拥有的一切 你的心正了 你的法就是正的 你的心不正 你的法不正 今天 这个人嘴巴 经常讲人家不好的人 他的心已经不正了 所以他讲人家 骂人家 他这个法 就是不正 为什么 因为心 就是你的法 你今天坐的这个 两房一厅 你感觉到很满意 那个时候 实际上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什么东西都是很满意 你觉得 我用不着去看任何房子 我这个房子 我这个房子已经住得很满意了 实际上这个法 就是围着你的心在坐 当你看见这个房子 不满意 觉得很小 实际上你的心 已经是不满意了 所以你眼睛 所有看出来 世间的房子 你都觉得 比你家里好 所以你住在这个家里 你每天就会不开心 这就是心 是你的法 同样 为什么说法 即是心呢 为什么说法 即是心呢 因为 这个法 也就是说 来 由你心来制造的 你今天看见的环境 就是你的心 你今天看见的外面的环境 特别舒服 实际上 你的心就会舒服 那么你看见这个人 你觉得很讨厌 你的心就会不舒服 很烦恼就生出来了 当你看见的外环境 都是这么的美妙 都是这么的舒服 犹如我们去参观 一个海边城市 当你看见 一往无际的海 你的心胸 一下子开阔起来 那个时候 你的心也会开阔起来 所以 这就叫 法即是心 我们学佛的人 要正性 而学法的人呢 他们才会修出 各种各样花样来 为什么很多人学佛 他就心静 他就专一 而很多人学法的人呢 他就看见 今天这个人 哦 有这个法力 明天 那个人 有那个法力 所以 他就自身 会修出 各种各样的花样来 大家想一下 如果 一个人 不学佛 而学法 他能修得好吗 所以 他的念头 永远 会离开 清静心 他不能 有一种 正性 正念的 清静心 所以 我们 要修心 要知道 修法 不如 修心啊 也就是 简单的白话讲 你们要想改变 这个世界 改变你的命运 你不如修心啊 你拼命地想去改变 你的命运 实际上是徒劳的 因为当你运程不好的时候 命运不好的时候 你很难改变 你很难改变 犹如这个人 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 你所有的努力 都是白花的 所以 修法 不如修心啊 听众朋友们 那么 台长呢 跟大家讲 修心呢 实际上 全是在 一个心地 你一个人的心地 善良 你才能修心 你一个人的心地 邪恶 你这个人是修不好心的 修心 就是一个心地 这个心地 实际上 就是你的本性 和良心 所以 有时候 你说 我怎么样来修心呢 实际上 你真正修的心 是在你的功夫 是在你的心啊 你在心上 要多下功夫 而不是在表面上 多下功夫 很多人学佛 看见人家 双手合十 恭恭敬敬 但是 心中无休 心里 还在想着 很多的杂念 这 实际上 不是在欺骗菩萨 是在欺骗你自己啊 所以我们 要用佛的智慧 来观照 就是观看 和照耀你自己 这样的话 你依照佛陀的法义 也就是说 按照菩萨 这么修法 来修自己的心 来探讨 自身的佛事 就是对菩萨 佛的认识 你来好好想一想 我今天所有做的事情 是不是我的良心 发出来的 我今天 所有做的事情 是不是我自身的 生的意识当中的 我的智慧有没有 我要看一看 如果这件事情 换成菩萨来做 菩萨会不会做呢 所以 我们要明白 要经常想一想 我的心地 是不是善良 我是一个学佛的人 只有心地善良 我才能修心啊 如果我的心中 还有杂念 还有邪恶 我怎么修得好心呢 要注意自己 心的动态 也就是说 要时刻地注意 自己良心 本心的动态 要懂得调心啊 大家知道 为什么 我们拿一瓶药来 想把药吃下去 我们拿个药水的话 我们必须把这个药水瓶晃一晃 把下面沉淀的药物 把它晃出来 实际上 实际上 就跟调 酒一样 你要把这个味道调出来 你必须要懂得调节你的心态 这就叫调心啊 我们每天在生活上的东西 要注意自己 心态好不好 我们心有动态的 因为心在动嘛 所以就会产生动态 今天动了一个好脑筋啊 就是心的好动态 今天动了一个坏脑筋啊 就是你心的坏动态 那么坏动态来了之后呢 你要调心 把自己的心调节到一定的好的地方 如果你不能调心 你不能控制你自己的坏的动态 那你就要用一个置心的方法 也就是说 你只能用克制的方法 来跟心里的邪恶做斗争 每个人心中都有邪恶 每个人心都有矛盾 都有麻烦 所以台长呢 希望大家呢 能够调心 置心 就是支持你的心 来控制你的心 不做坏事 多做功德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的心才会净化 由于你的心净化了之后 你的命才会转化 由于你的命在转化当中 你是真正的 你是真正的 度化了自己啊 你度化了自己 你才能解脱自己 战胜自己 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佛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